拦住他给了他一个信封 那让大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并说现在他找到五个以前从没在车上见过的人 他们分别是 务实女孩 纹身女孩 商务男 吉他男 便迅速向吉他男追去 迈克取得了普兰的信任后 普兰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味 那个从35楼跳下来的人是他的堂哥 他不是自杀 而是被两个警察推下楼的 因为堂哥手里有某些官员的犯罪证据 当时普兰就躲在旁边 但他没有看到警察的脸 只听到一个警察说了一句口头禅 普兰拿着证据去了朋友家 朋友帮他联系了FBI的加西亚特工 加西亚让他乘坐这趟列车前往冷泉 以便给他提供保护 一旦证据泄露 很多权贵都会受到牵连 莫非把目击者和迈克安排到同一辆车上 本意是想帮失业的朋友拿到一笔钱 如果迈克无声无息找到证人 放入GPS追踪也就算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老伙计虽然落魄了 还很正直 但由于场面混乱 狙击手也不敢轻易开枪